四點半 我一直在想有多少人在四點半這段時候和我一樣無法入眠 四點半的劇本是在拍十五的時候開始的 那應該是兩年前的事情 每當在四點半看到主屋房間亮起的燈 讓我感覺到有一種陌生而奇妙的聯繫 四點半的心情很模糊很複雜 無法用語言來形容 或許是和這部電影一樣 大家都把心裡的話埋在心裡 在四點半這部電影的感覺會比較消沉 比較成熟 拍攝的方式 我是覺得已經有成長了 因為導演很投入的就是要帶出演員的感覺 來述說故事的內容 不一定說一定要用語言的方式向觀眾溝通 我的角色名字叫張小舞 是一個很孤獨的一個小男孩 是跟一個叔叔 是一個跟一個韓國的叔叔住在一起 因為這一次導演要求我演得要很自然的演 而且很多都是玩頂 要玩頂 像有一場是八分鐘的 所以一直要很久 我和韓國演員要很有默契 而且我們兩個都要掉淚 所以我們必須從開始培養感情 直到最後一起哭 在拍四零半的時候 作為一個堅持 我其實最擔心的問題 就是要負責控制那個預算 因為他要拍場景的時候 那個軟片就需要很多 然後拍四零半的時候 很多場面都是有場景的 所以作為一件事就是很擔心的 就是要一直幫忙導演控制 還好拍這部四零半的時候 導演也算是很合作很專業 就是因為我跟他說 也不可以拍超過一百卷軟片 然後他就當我們拍完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拍了差不多九十三到九十五圈 在四零半 導演就很詳細的形容了 布景裡面的那個感覺是如何 其實整個布景是空的 然後就是那個Art Department 把整個布景就是弄得很美 看他們每天我和導演進去 就是看到他們一片一片牆的在那邊連 還有地板也是一片一片的在那邊連 整個布景 雖然是功夫下了很多 流了很多汗水 眼淚 但是製作隊就是當電影拍完的時候 他們看的時候就覺得很驕傲 令我最感動的一個部分呢 令我最感動的一個部分呢 四零半本身就是一個比較低成本的電影 但是製作單位都很幫助 YJ和製作單位都不可以有溝通的機會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一個很大的挑戰 他真的很生氣 他真的很生氣 所以他要改天再拍一次 我在車裡偷偷哭 我在車裡偷偷哭 然後在拍四零半的時候 很多場景呢 就是在會拍到很深夜 其實也是個問題啦 因為製作單位呢 因為製作單位呢 也是要他瞭解說 拍電影是一個集體的合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努力啊 搞什麼東西 每次出去都得向你報告 拍完這部戲之後 我還有時常想起 拍這部戲的時候 那些某些片段 某些畫面 就像我們經常坐在 拍攝地點樓下 那個水溝那邊 我們坐在那裡吃飯 說說笑笑 有些人都會說那些冷笑話 等我們大家一起笑 而且 我還堂堂躺在 那個 拍攝地點的房間裡 聽Royston的iPod Alectro moment move it Alectro moment move it Alectro moment move it Alectro Move it 所以 這部電影拍完之後 給我留下了很多的 很好的印象 很好的回憶 所以 就算 就算我和他們 沒有這麼多來往 可是我還會想起 我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那天氣 你對我說 永远地爱着我 千言和万语 随风鸿雨掠过 我觉得一部对白不多的电影 也能感动别人 因为听不到的声音 可以用心来感受 说不出的言语 可以用眼神来流入 触摸不到的人 可以用回忆来重温 那就是我心里的四点半